为了要决定哪14户能在第一期入住 瑞言签注案342户代表 在普里立发教会进行抽签 这个抽签才两轮制 第一轮先抽出第二轮的顺序签 第二轮才是抽出优先入住第一期的14户 抽签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可以很顺利 我们大家都很满意 那你是抓第一期还是第二期 第一期 高兴 那因为我们的作业部落总共有32户 这一次因为一些原因 只有14户可以先在第一期完成 所以18户要在第二期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在这里 大家用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来抽签 决定了第一期的14户 南投仁岸乡讨论许久的脆轮及瑞言签注案 终于要在普里镇 由慈祭基金会原建67户永久住宅 过程中 租人们走来一路艰辛 如今签注案已大致底定 大家也相当感谢慈祭基金会一路相伴 三十二户当中也有很多都是老人家一直等着等到有的都已经回天家休息了 然后有年轻一辈然后再来接着继续努力这样的管事坚守到第一期第二期的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在福里的地方安生立命 我们奋斗了在一二十年当中一定地都已经流标了好几个一定地 但是今天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过程就是有慈祭他们来帮忙我们给我们一个安全的家 这项工程预计在近期完成相关规划作业 一百一十四年新建东工第一期工程 一百一十五年完工 第一期完工后再接续新建第二期十八户的工程 总共六十七户的签注案 渴望在未来四年内全数完成 原始新闻NO 南投普里 超榜报导